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 星期一刊憲逸日生效 列出警方調查國安案件的7項權力 包括在特殊情況下 助理處長級以上警務人員 可以授權無搜令進入有關地方搜證 也可以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 要求電子平台發布人士 平台服務商 主機及網路服務商 而除危害國家安全訊息 如果發布人不合作 警員可以申請搜令檢取有關電子器材移除訊息 或要求服務商提供有關身份紀錄及協助解密 所有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的申請 需要經過行政長官批准 侵擾程度較低的行動 便可以向指定首長級警務處人員申請 行動要符合商情性及必要性原則 保安局亦會向警方發出運作原則及指引 細則亦授權警員 可以向裁判官申請搜令 要求懷疑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受查人士 交出旅遊證件限制離港 避免有人潛逃海外 保安局局長如果有合理懷疑 某些財產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相關 可以指示任何人不得處理相關財產 律政司司長亦可向原眾法庭申請命令 充公或禁止任何人處理相關財產 或抹修犯罪得益 警方可向法庭申請批准 要求有關人士在指定時限內回答問題 或交出相關物料或資料 亦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 要求外國或台灣政治組織及代理人 就涉港活動提供資料 東網記者龐善如報導